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谈这种图画书难免就变成一种图像的分析艺术的讨论 那么这种讨论你如果没有相应的图片配合 你不看着的话就讲什么都是空谈 那因此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千万别走开 我们就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朋友 我们今天就讲图画书 但是这是个实验 我不知道成不成功 大伙看完要告诉我你们有什么想法 大优优独播剧场 大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stitね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想象一下 有这么一个男孩 从小的时候 他就没有见过 他亲生的父亲 因为不知道 为了什么理由 他的父亲离开了他 抛弃了他的妈妈跟他 让他们母子相依为命 然后过去几十年里面 他可能不断地在想 为什么我爸爸当初要离开我 是为了什么理由 是为了另一个女人吗 是因为他跟我妈妈 当时只是逢场作戏 意外地怀下了我吗 如果我是一个意外的产物 那我的存在 会不会是一个错误呢 然后这个男孩 这几十年里面 他经历了许多东西 由于自小 没有一个父亲 没有一个男人 在家里面做榜样 他要肩负起 照顾他妈妈的任务 他妈妈单独地 抚养他长大 可能要出外工作 那么很多时候 反过来是这个小男孩 在家里面看家 打扫家务 要做饭 然后回到学校里面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有点阴郁 他甚至可能还是个瘦弱的小个子 于是在学校里面会被同学欺负 他很害怕被人打 他常常在学校里面躲在一个角落 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这几十年里面 他的情绪起过几番的变化 想起他的父亲 想起他的身世 有时候他会非常的愤怒 有时候他会非常的绝望 但大部分的时候 他都是孤独的 像这样的一个小男孩 他的故事 如果我们把它换成用漫画来处理 各位觉得那会是一本 什么样的漫画呢 说到漫画 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 介绍漫画 很多人都会觉得太奇怪了 我们不是要给大家介绍经典书吗 那漫画怎么能够算得上 是一本经典的书呢 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 你的偏见大概太严重了 你太小看了漫画的潜力 我自己是一个很热衷的漫画读者 我很喜欢看漫画 各种各样的漫画都看 连香港那些什么古惑仔漫画 我也是前两年才开始不看了 我看了它快二十年 那么在我所看过的所有漫画之中 有一类型漫画特别值得给大家介绍 这就是近年也有很多人开始热衷在中文世界去讨论的图像小说 它其实是翻译至一个英文的概念 Graphic Novel 所谓的Graphic Novel这个名词其实是有争论的 有的人认为其实还是就叫回漫画就好 但是为什么还要另外为他取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图像小说呢 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有这么一种漫画 它跟一般的漫画不一样 你比如说美国的小孩爱看的漫画呢 基本上都像是小人书就给小孩看的 超级英雄超人蝙蝠侠等等对不对 正义联盟 那么日本漫画呢 我们看看柯南啊 或者是看的海贼王啊 这一类漫画 你都觉得他们好像是给少儿或者是年轻人看的 是一些消遣的读物 不值得认真对待 然而有这么一种漫画 他们探索一些很复杂的很深刻的 过去传统上我们认为是应该是交给严肃的文学家 小说家来处理的题材 甚至有时候他们会触碰一些相当敏感的历史题材 写出来画出来之后 你觉得这简直不能够叫做是一个虚构故事 的确图像小说这个词之所以惹起不满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用漫画被人呈现出来的东西 被人当作是图像小说的这些作品 它根本不是小说 而是即时作品 举一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本漫画 或者这种图像小说叫做Mouse 老鼠 它的作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实验漫画家 阿特斯比格尔曼 那么这一位作者呢 在1991年92年的时候出版了这本Mouse 那这个书相当的惊天动地当时 因为他基本上是在讲的是他身为犹太人的逃难 当时曾经他的父亲逃离过纳粹德国的迫害的那个故事 他访问他父亲 谈起当年的事迹 然后用漫画把那个访问回来的事迹表达出来 然后在这个书里面呢 他把犹太人都化成老鼠 把纳粹分子呢 化成是猫 那么这部书出来之后惹起非常大的争论 那么当时在美国呢 非常畅销 那么很多最严肃的文学期刊都认为这本书太了不起 太伟大 过去没想过漫画也能这么搞 也能写得这么深刻 然后呢 纽约时报 他那个畅销书榜呢 把这本Mouse放在了是虚构类别里面 来看他是排第几位 然后呢 Speaker Man呢就写信去抗议 他说我这不能叫虚构 我这个其实是计时类的 他怎么会是虚构的呢 那么当时惹起一番争议 乃至于后来普利策奖 我们都知道这在美国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新闻 文学跟媒体的大奖 当这个奖决定要颁奖给这部书跟他的作者的时候 他们也挣扎了一番 到底该把它归成哪一类才好呢 后来他们决定把它放在一个特别奖的范围颁给他 是第一个得了普利策奖的漫画 或者我们现在叫做图像小说 然后Ars Bigelman他除了自己画漫画之外 他也办了很多很重要的杂志 在这个杂志里面呢 服役了许多的漫画的心境 其中就包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本 Jimmy Corrigan The Smartest Kid on Earth 吉米科瑞根地球上最聪明的小子 他的作者Chris Ware 克里斯维尔 就是在史皮格尔曼的漫画的刊物里面 开始实验 开始崛起 开始进行自己的创作 这个Chris Ware 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 1967年生 他就是我刚刚开头跟大家讲的那种男孩子 从来没见过他亲生父亲 那么一直都非常的内向 你看他的照片 高高瘦瘦 手指很长 根据他自己的描述 他真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呢 很害怕被人打 被同学欺负 然后是个书呆子 那么总是暗置期望自己那个男人的体格的那一面 赶快到来 成长起来 健壮起来 但是他说那一面始终没有来到 这么一个自闭的内向的小孩 他发展出一种极力追求完美的 变成有点偏执狂的性格 他画出来的漫画风格是怎么样那种风格 我们看这本书就知道 他里面很多的画面的经营 格式都非常非常的精准 乃至于很多人以为是用电脑辅助工作 其实不是 他一手一笔把它们画出来 他的色彩的运用 有点像他的偶像 就是画Snoopy的舒尔茲 单面的单色的一些的色彩 大片大片面积的色彩 填满一格 非常的鲜艳 非常的漂亮 他的人物的线条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他画人物 那些人物有时候那个表情的变化 往往只是一两根线条 一两个动作就把他的要表达的情绪表达出来了 那么他的这种漫画风格 当然不是我们说他这本漫画很实验的主要理由 最主要理由是因为他的整个叙事方法 其实这个漫画要讲的故事呢 并不是那么的复杂 他要讲的故事就是一个我们这位作者克里斯维尔 他半自传的一个故事 他要讲一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 从小爸爸莫名其妙的离开了 然后他的妈妈一个女人在家照顾他 那这个小男孩呢 有时候晚上就会看着妈妈带着不同的男人回家睡觉 那个男人有时候可能是自己很崇拜的一个 饰演超人的一个马戏团演员 他最崇拜超人了 这种小男孩都好想自己当超人 然后他看漫画也很喜欢看超人的漫画 然后去马戏班看到 哎呦这超人啊 太了不起找到签名 结果那个扮演超人的那个男人 就把他妈妈给上了 然后第二天那个男人早起要走 跟这个小男孩说 你帮我告诉你妈妈 我们昨天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夜晚 那这个小男孩早上看到妈妈也出来了 跟他说第一句话 妈超人叔叔说 谢谢你让他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很荒谬的一个情景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小男孩 他长大之后是个失败的人 年纪轻轻三十来岁 在办公室里面担任一个 可有可恶的低下层的白领职位 很内向不敢交女朋友 总是在幻想 甚至很大胆的性幻想 都是点到为止 不敢跟人说话 总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待着 而当他已经三十来岁了 但这个样子像是五六十岁的这个小男孩 也就是我们的主角 吉米 其实他英文是叫James 但是James这个名字在英文有时候我们简称就叫Jimmy 这个James也好 Jimmy也好 我们就看到当他已经三十来岁在工作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负担之一就是要照顾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住在一个养老院 他天天都要跟他母亲通电话 他母亲除了这个儿子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精神寄托或者特别友好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儿子天天要跟他通电话 然后有一天 这个Jimmy他收到了一个很奇怪的来信 还带着机票 居然是他那个几十年没见的爸爸 说要跟他会面了 他真的决定去 然后他发现他这个爸爸 原来还收养了另一个黑人小女儿 当他的女儿 而对那个女儿来讲 这个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爸爸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的亲生爸爸丢下了我 跑去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还收养了一个黑人女孩 那为什么要离开我呢 这个爸爸是个很恶毒的人吗 不 他不是 他相当的轻松 两个人聊起来好像也没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这父子相认的情节 很快的演变成一场悲剧 一连串的意外 使得这个父子相见了才几天 他这个好几十年没有见过的亲生父亲就死了 然后这个时候故事变得 就转入另一条线 出现了一个一百年前的故事 一百年前 我们这个主角吉姆 他的爷爷的故事 原来他的爷爷的遭遇 跟这个孙子几乎是一模一样 小时候 就跟着自己的爸爸长大 妈妈死得相当早 然后家里面就只有爸爸跟奶奶 后来奶奶也死了 这个爸爸呢 就常常虐待儿子 对儿子非常的凶狠 最后甚至还把他丢到一边 不管了 抛弃他了 在什么情况下抛弃他呢 那就是在1893年的 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那一年的博览会 在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博览会 它叫做哥伦布博览会 因为当时为了要纪念的是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周年 而那个博览会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就是第一次的 把整个美国城市的路灯 全换成电灯 是第一次人们看到电灯 能够燃亮整座城市 它代表这个新时代新希望 尤其对芝加哥这座大都会来讲 更加重要 因为此前芝加哥发生过一场大火 整个城市几乎净毁 那么这一次的博览会 代表它从灰烬中重生 所有人兴高采烈要迎接这个博览会 然而就在这个博览会上 最高潮的时候 有份在里面当工人的 这个吉姆爷爷 他的爸爸就把这个九岁的小孩 扔在现场 消失了 他几乎以后就像孤儿一般的长大 所以这个故事 是一个四代男人的故事 是个四代的父子之间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 他非常的悲哀 好像有一个命运的循环 然后里面我们看到大量的 关于一些人生中不可免的失落 寂寞 清冷的这种情绪的处理 更加复杂的是 他整个漫画 他采取的是一个多线进行的方法 非常的实验 很多人一开始看这本漫画 是摸不懂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常常画着画着会出格 出现了一些幻想的场面 有时候他有平行的叙述 有时候他有大量的蒙太奇 有时候他出现了两个百年之间的故事 的相互的交叉 但是你慢慢慢慢的 当你经过这个难熬的 头几页的阶段之后 你就会开始适应 然后读进去 我用读这个字 是因为作者克里斯维尔也认为 漫画是应该要读的 那是因为漫画 它有它的语法 它有它的结构 它有它的语言 与其说是一般的漫画书 不如说更加像是电影 它充满了蒙太奇 它的剪接 它的拖慢的速度 都让人想起一部 很忧伤的电影 一部实验电影 但是情绪饱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 过去在一般的漫画书里面 所没有见过的一些东西 因此当这部书当年一出版的时候 就非常轰动 被认为是漫画 或者我刚才一开始所讲的图像小说的经典之作 而这样的一本经典之作 那么在几年前呢 也被翻译成中文 首先台湾翻译 后来我们有了 最近有了大陆的简体字译本 就是非常著名的出版家 张宁县老六他们这个读库 他们所出的这一个版本 在我看来这个版本要比繁体字版好多了 它的字体非常考究 它的翻译 它的编定乃至于纸张 都相当相当贴近原来的版本 而且很忠实地表达这个漫画 它的特点 这个漫画 我们要看漫画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整个漫画一页一页下来 它是有些版面构图上面特殊的考究的 尤其是克里斯威尔 他的这部漫画 它的风格有点像美国20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那种漫画风格 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的烙印 那时候那些广告 一些的广告上的字体 它都大量的原用 这些东西怎么弄成中文呢 这是一个问题 而美国人一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进入到一个怀旧的感觉里面 于是这种怀旧的感觉 就更加烘托出了这部图像小说 它的那种 对于一个失落的过去的 一种怀念的那种情绪 但是那个所谓的失落的过去 它其实一点都不让人愉快 它一点都不美满 那么说了那么半天 我们不如就让大家来见证一下 这部伟大的经典的漫画 里面其中两个 我觉得相当有意思的场景 一个就是这个 活在20世纪当代的吉米科瑞根 他怎么样在办公室里面 接到母亲来的电话 而与此同时 发生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就是一个穿着超人装束的一个人 在对面大楼上面跳楼自杀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场景 就是这个吉米科瑞根 他的爷爷 在100年前的时候 在那个家里面 他祖母已经病入膏肓 快要死的时候 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 只是看这两个片段 我们大概就能够 马上的沉浸到 这部漫画 这部图像小说里面 所要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受 如果你把这两个片段看完 如果你把整本书看完 你会发现漫画 要比你以前所知道的 承载感情的能力 要比你所想象的 要大的太多太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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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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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